因为我的switch坏了返修了 然后现在手上没有switch了 但是我这个Win4呢玩了很长时间了 所以我就想看看这个有一些这个在switch上的游戏 然后在Win4上面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然后找个乐吧 这个switch游戏在Windows7上运行呢 就分了几位 第一类呢就是像这个模拟3这样的 就是它主要是switch平台的这么一个游戏 然后如果想在Windows下玩的话 就只能靠这个模拟器来模拟了 然后这个我也是用switch模拟器直接玩的这个switch的原版 然后可以看看现在这个表现怎么样 然后另外的两类吧 有一类是这个就是它本身是快平台的游戏 它有switch版也有PC版 然后我会找一个这个这样的游戏来 然后看一下这这类游戏在这个Win4上表现是什么样的 然后看看跟这个switch有什么有什么不一样的 另外还有一种是这个游戏本身呢是针对switch平台开发的 但是后来又反向移植到了PC 这种游戏呢我挑了一个就是怪物丽人崛起 怪物丽人崛起呢就是原本它的开发平台是switch 后来又反向移植到了PC 然后在steam上面或者什么其他平台上发行的 或者什么其他平台上发行的 我买了一个switch版本 受错了我买了一个steam的版本 这个魔女在现在在放CG我把这边跳过去 然后看一下这个打起来的这个效果 这机器我限制了一下功耗 所以现在有时候那个帧数会有点低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表就是游戏玩起来的时候 然后和switch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呢它的功耗就可以看 现在cpu功耗到了8瓦 然后整机呢在16瓦 1414到16瓦 然后这个这个整机功耗 然后比switch大得多 因为switch呢它这个续航板的那个机器 好像整机的功耗最大 在掌机模式下只有4瓦 它因为很小的电池就可以续航 大概四个半小时到五个小时之间 但是这个linux机器的运行模拟器的时候 这个功耗要比真机大得多 但是呢因为这个机器电池的容量也大得多 这个电池好像是switch续航板的电池的两倍还多 所以实际它也有一定的功耗 也有一定的续航时间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这个参数里面 有一项就是在那个帧率旁边有一个2.6H 那个就是说现在还有2.6小时的续航 现在我电量看起来还有85% 充满的话差不多玩这个游戏能有大概三个小时的续航吧 三个小时的续航呢就是要比这个light版的 所以是要强一点 或者比老板的 所以是强一点 但是不如续航板的 所以是这个因为是模拟器 所以它在运行的时候呢中间就会 呃因为第一开始要加载一些或者编一些着色器 然后就会有这种定路的卡队 然后在这个中间这个拨CG的时候呢 还会出现音域化不同步 把它这个CG飘过去 处于一个能玩的程度 然后也有一定的续航时间 手上要是没有了 所以是像我这次是坏了 拿去修了 然后就可以 游戏可以在这上面玩 这游戏我不太会玩 只有一个开头的这么一个存款 只能试一下这个开头的这个长久 等一下我再找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就是我换一个这个呃 P5R P5R呢 这个游戏是跨平台 后来那个PC上也有了 最早是PS3版的原版 然后这个皇家版 就是复刻在了这个这个嗯 复刻在了Switch上面 被打死了 但是这游戏现在那个PC版 也挺贵的 下载了一个这个Switch版 然后用这个模拟器也可以玩 讨论一下 那肯定我觉得画面表现 肯定是赶不上PC版了 这个也是另一种测试 就是跨平台游戏 我用模拟器去运行那个Switch版 是个什么样子 行我现在就把这个暂停一下 然后换一个 我开了一个叫主机模式 也就是说直接是以这个接电的这种状态下的这个设置来运行那个Switch游戏 一般所谓是游戏会在接电的情况下 嗯 帧率或者分辨率都会有区别 应该是在这个主机模式下这个游戏是运行在1080P分辨率下的 因为文字看起来都是点对点 比较清晰显示的 这个可以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就是CPU的功耗在六七瓦的样子 然后整机呢是呃 也是大概十三十三十六十几瓦这样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大概整机的续航也是在呃三个小时左右 在游戏这个实际器的版本的时候 它的这个呃 就是功耗啊各方面都比运行PS3版的时候要低很多 就是相对来说 呃 所以是比PS3还是要更容易模拟的 嗯 嗯 也是可以选720P还是1080P分辨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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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是说就是在运行起来效果可能看起来呃 肯定要比直接那个Switch版本又好 因为可以这个机器的屏幕的效果也好 嗯 然后嗯 还可以直接开这个呃 主机模式 因为Switch其实它那个它也可以通过补丁打开主机模式 但是因为它这个你Switch本身屏幕只有只有这个呃 嗯 720P 然后所以它实际上打开了主机模式 它也没办法输出1080P的画面 但是用这个这些国厂的机器就可以直接以这个1080P的方式 直接掌机一下玩了 然后相对来说像这个屏幕的亮度啊 然后颜色各方面也要比这个这个真机要要好得多 所以玩起来跟真机比起来也有另外的这么一种感觉吧 还有就是像这种游戏 我可以运行一下如果PC上面这个游戏有点贵 我可以先拿这个这个Switch版本试玩一下 好的话我PC上再买 这游戏以前PS3版我玩了一段时间它挺好玩的 这次但是之前PS3版是通过汉法补丁 现在这个就是官方的中文版 下面下面是有点问题的 它有时候会闪 可能就是一开始进一个场景的时候会闪几下 好 这就是有两个Switch版本试器 我现在这个呢 用的和刚才打那个魔女不是一个 那个是用龙神 这个是用的柚子 柚子因为我柚子有一层打的时候就换了柚子 龙神的话我印象中好像就不会有这种画面闪的这种问题 好这个游戏就测这么多了 咱们再换个游戏看一下 这个游戏呢是真正快打11 我为什么选这个游戏呢 这是一个跨平台的游戏 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Switch上的这个表现吧 这个因为这个游戏啊 我就是看到Switch版才想起它的 这个我去年的时候 在我妹家看到了这个游戏 他Switch买了一个这个Switch版本 然后我们还对战了几句 说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大概将近三十年前吧 那时候我还在上初中呢 然后我在家就玩这个真正快打的二代 那个十佳机上面的 然后我妹就在旁边看 这游戏就是充满了各种 这个这这些和谐画面吧 然后又是吃人 又是斩首的 然后估计那时候给我妹的幼小心灵就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了 然后去年我在他那见到的时候 见到他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游戏特别解压 所以他那好像是买了一个这个Switch的版本 然后我那时候在他那见到了这个Switch版本 这个这个Switch版本呢 就是给我的印象是特别糊 就是但是呢 他为了这个格斗游戏嘛 他为了保证流畅度 所以他就是尽可能的简化了这个游戏的特效 然后让这个游戏可以很流畅的运行 就看得起来都是50帧以上60帧那样的 在Switch上运行 其实是掌机模式都可以保证非常流畅 然后我呢就是对照着他做了一些设置 就发现可能Switch上面一个是贴图的分辨率特别低 然后在PC上这个版本上不管怎么设置都设置不到他那么低 但是那个可能会影响也不是很大 另外就是分辨率 我估计啊这个 Switch版的这个真快打11的这个分辨率 可能就在300p左右 也就是说大概是 嗯就怎么说六百四乘三百六 或者比这更低的一个分辨率 或者是二百多p的这样分辨率 这个嗯 但是他保证了非常非常流畅的流畅度 但是在PC上呢就是我现在的设置是 嗯720p的显示分辨率 然后50%的这画面的分辨率 实际上就是360p 这个画面啊看起来还是比Switch强的多 就是能调低的差不多都调低了 所以PC上可能大概就是接近Switch的一个 尽量接近的一个状态吧 然后在这个状态下可以看到 我现在把这个tdp锁定在7瓦 然后这个游戏还是能够流畅运行的 几乎是在60帧上下 就是5860.2的一个这么一个程度 这个这个后面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糊的一个场景 这个是他场景里的东西 是一个那个这个场景是那种旧式游戏厅的一个场景 里面放的是以前的一代二代的一个那些游戏的那些场景画面 所以看起来比较糊 实际上其他场景它的那个分辨率还是可以的 就是没有不像这个后面场景看见全是马达克 这个可以然后可以看到整机呢大概是14瓦 就是我们CPU设置在7瓦的时候整机在14瓦 那相比Switch这个整机不到4瓦的这种功耗来说 它功耗大了好几倍 然后画面表现有一定的提升 加上那个屏幕的素质确实要比速度强的多 所以就是还是要比Switch玩起来要好一点 现在可以看到目前我现在还有73%的电 显示那个还能用2.5小时 如果是满电的情况下 看起来就是三个多小时的一个续航 相比Switch的话像这个游戏可能就 续航没那么长了 三个多小时像Switch版如果是续航版的话 能够用将近四个多小时将近五个小时的续航 所以运行这些PC的移植游戏的时候 还是相对来说功耗大一点 然后它续航时间还要稍微短一点 可能如果满电的话 估计也不到四个小时的续航 第二个游戏是《暴力人崛起》 这个游戏呢 原生就是为Switch开发的 但是呢 后来又反向其实让了PC上 在PC上做了僵硬的一些强化 但是实际上这些强化呢 主要是在分辨率啊 还有一些特效的这个开启方面 实际上它的这个建模什么呢 其实两个平台是一样的 只是从呈现的分辨率到这个 它的特效都一切不一样 那我大概观察了一下就是 Switch版在这个掌机模式下 它的这个分辨率啊 大概就是500P 500P左右的一个分辨率 那我现在这个 开的是 就是而且它是锁定30帧的 那我现在开的特效呢 是接近Switch的一个特效 同样是大概500P的一个分辨率 就是这个主屏幕显示开到720P 然后渲染的比例是70% 然后其余的特效呢 开就是有一部分都关掉了 然后照着比照着 这也是差不多的一个一个特效 画面 70%的比例 然后高分辨率门率关掉了 门率过滤中 燃氧币环境光车币关掉 其他一个效果 然后锁定30帧 然后可以现在看到 CPU大概在4W多的时候 可以运行在这个这个配置下 然后整机的功耗呢 现在在 现在显示8W多 可能实际上应该在10W出头的一个样子 嗯 这个情况下呢 其实观感还是要比CPU是好一点 因为它屏幕亮度啊 还有色彩这些方面都要比CPU是更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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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帧这个帧率 其实在看惯了60帧的表现之后 就会觉得非常卡 我当时从这个玩习惯 这有pc版之后 然后回过头又去看随时版的时候 感觉那个弧的这是异动弧 然后又感觉一直在掉针 也就是针率平时玩都60帧 然后突然又回到30帧 感觉还是得适应一点 如果习惯了之后 这30帧也能玩 另外sleach其实也可以靠着解锁 达到打一个补音 然后解锁这个帧率上限 也可以到五六十帧的样子 但是那个时候它的续航也会大部分减少 好像是续航版在解锁的情况下 也只能用两个多小时 等一下咱们再看一下 就是我把所有的特效打开 然后这个在windows机上面 打到一闪那样的表现 我现在只能看这个录视频的 这个很小机条 有点严实 我把他退出了 特效开到了最高 然后帧率上限也改到60帧 然后所有能开的特效也差不多都开了 训练率是1080p 因为我没有去追求锁定60帧 我对功耗做了一些限制 然后让系统就说 续航方面和表现方面能平衡一点吧 做了现在的一个设置 这个帧率呢 在打的时候最低可能会跌到50帧左右 但是也不影响 就是它仍然还是很流畅的 但是就是从功耗的角度会比较经济 整机的续航可以保证在两个小时以上 它这些中间的这些动画 它是锁定30帧的 所以30帧的时候 可以看到整机的功耗降到了14瓦 这时候就是有没有三个多小时的续航 所以如果要是在于续航 还可以把帧率锁定了30帧 也可以增加机器续航 但是这个因为实际上打惯了 这个就是五六十帧 这个画面的游戏的话 再去打30帧有点困难 所以就没有去追求极致的省电了 因为还是要看效果 新一代的机器 如果不去追求效果的话 其实跟以前的那个上一代 就没什么区别了 但是如果要是把功耗再开大的话 这个是可以几乎搞到全程特效全开 然后60帧能玩这游戏的 在个别的情况下 它也真的也会下降 但是大部分场景都可以稳定到60帧 但是这个如果锁定一下功耗的话 可能有一些稍微就会掉到50帧或40多帧这样的 有点悲伤啊 我们的主要是锁的CPU频率 我主要是锁的CPU频率 因为cpu这个东西频率一高起来就是比较不经济 频率高一些它的功耗也会大大增加 所以现在我把cpu的功耗所在了1.5g以内 而我有兴趣调整一下可以再继续调整一下 那更好一点 这个其实我之前定了一个游戏的配置 但这个游戏相比来说比那个要吃cpu多一点 所以玩起来可能不像那个似的那么合适 可能再给它解锁高一点会更合适 是啊 啊 不 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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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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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卡片